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吧 這麼好?那我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ello,Della好,大家好 前幾集我們都在探討腦退化症的問題 但有些人會關注到會不會有些遺傳基因的問題 例如家族裡有些長輩或父母患有腦退化症 或者很早有認知障礙的問題 這個情況會不會牽連到後人的情形呢? 現在很多人都喜歡去研究基因 去檢查一下,希望由基因去檢查 可以知道你會有些什麼病 當然在腦退化中,發現有一個風險的因子 它叫做APO-E4 這個基因代表你會有風險高 如果這些人發現這個基因是自己有 它會突然覺得死了,很快就老人籤外 到底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有什麼辦法可以減少它呢?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是一種補充劑 可以平均將癡癌的問題 可以退遲平均四年 有時候,如果你有基因 如果你沒有這個基因 這個簡單的方法 可以讓你退遲十年以上 所以不用怕的 是一種簡單的方法 幫你減低十年 這個是什麼呢? 每天都可以做的 就是用腦部運動 就是腦筋 多點用你的腦筋 這些是一個梅爾診所 全世界最有名的 美國的一個很大的醫院診所 它做過一個研究 通常去研究一種 我們叫做 Lifetime Intellectual Enrichment 我們叫做Lie Lie 即是終身智力的豐富程度 就是Lie Lifetime Intellectual Enrichment 終身智力的豐富 以及你認知的表現 以及退化 這個研究人 訪問了1,995位長者 是沒有腦退化的 關於他的教育 他們的工作 以及中研和晚研 他們的腦部活動 到底是怎樣 這個也是一個問卷的形式 好了 他當然 那個結果 他就用一個數學的模式去分析了之後 結果那個結果是怎樣 他說 那個認知的表現 那個能力 是在一個 如果那些長者 他是 教育受得少些 教育程度比較低 還有他過去工作 是很少要用那些 很複雜要用腦的 OK 還有呢 比較有這個 就是那個風險基因 APO-E2 那個基因 還有一般人的 好了 他的那個 基因就是這樣 他說 如果那些人 他的基因 是有這個基因的 但是他一生的 他的終身智力豐富 那個指數是比較高的 就是他比較高等教育 他工作經常都用腦 他一向都是用慣腦 那麼 那個認知的表現 那個退化 是差不多 會退遲8.7年 那麼多 嗯 就是比較那些是沒有這個風險的 比較那些是那個 所謂就是 工作上不需要用腦 就是終身智力豐富 是比較低的 OK 那麼簡單來說 就算你那個 那個 有這個基因 已經是有了 有風險了 但是呢 你那個 那個 終身智力豐富 率是高呢 你是呢 比一些是 啊 終身智力豐富低的那些 你的腦退化呢 是 減退吞 嗯 那麼 那就是說呢 很簡單來說 如果你有基因 有一個危險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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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如果你肯花時間呢 去充實你的腦呢 你的腦筋呢 你是可以呢 將這個 那個腦退化的症狀呢 是推遲9年的 嗯 OK 好了 那當然呢 如果是 一些是 就是 啊 終身智力豐富是高 還有呢 他也是沒有這個基因的 沒有這個風險的 啊 腦退化基因呢 那這些人呢 那老人那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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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呢 是可以退前多個 十年以上的 嗯 OK 那很明顯呢 就是你用不用腦 是吧 因為很簡單的 如果你經常呢 肯運動你的腦筋呢 你就在你的那個 是預防你的腦退化呢 是很有幫助的 那好了 那有些什麼的 就是用腦筋呢 每天可以怎樣用一下呢 那 簡單來說 就是 香港人是用什麼 香港人 打麻將啦 打麻將啦 那所以要看到呢 為什麼 為什麼中國人 香港人呢 那個老人痴呆 就是那個 那個 壽命這麼高 是的 那麼長 是全世界最高的 在這些地區來講 甚至乎超越了日本的 那這個當然 那香港人呢 一個很普遍的 就是 消磨時間的啦 就算年紀大 又年紀小都好 他都是喜歡會打麻將的 那當然啦 除了打麻將 有些人呢 就喜歡玩那些什麼 那些拼字遊戲啊 那也都有一種呢 我們叫做掃毒啊 那這個好像日本人 好像日本人發明的 那一個九方架裡面呢 用掃字來堆砌 那因為很多時候呢 玩那個 那個 那個拼字遊戲呢 通常要英文字的 就是要砌砌 是啊 那你中文呢 就可能要對戀 這個很高深的 有些人有這個難的 但這個你中文程度很高 才有得玩的嘛 因為沒得玩的 那當然啦 那有些人呢 這個是普遍來說呢 英文呢 是容易玩這個遊戲 是吧 中文是難很多的 那 那但是日本呢 就發明了這個 拿數字的而已 1 2 3 5 5 6 7 8 9 這樣這樣 這樣很好玩的 那有些香港人 很多人都會玩的 那除了之後呢 就學一個新的語言咯 是吧 那現在呢 香港人最容易去學的什麼呢 普通話咯 普通話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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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經常要北上啊 去蕭遣啊 或者去那邊去退休啊 不多不少呢 都覺得 是 廣東話呢 是很實用的 那當然啦 那有些人呢 就會趁這個機會呢 學一下 有些 有些 老人家可能學英語啦 是不是 有些去 有些是英語熟的 可能要學西班牙話 學一下其他法文啦 那都有這些這樣的 那還有一樣東西呢 那些人呢 就在社交那個 那個活動呢 是很好 很強的 OK 那這個每天呢 都有跟人家的 就是那個溝通啦 嗯 那我也都 都知道在朋友圈裡面 那都發現呢 是有些 有些 有些老人家呢 是 社交是很活躍的 嗯 他是一個很受歡迎的人 是 變成那些 從小孩啊 都會帶他出去的 那他又很樂意去的 是的 晚上都會要空階 那些 不空階就不行 像我一樣 不要在家裡的 晚上都會出去的 這是這樣的一個人來的 好了 那這些人呢 就是通常嘛 就是腦道很清醒 好了,還有一些人會做些什麼呢? 我設了一些朋友,都很流行的 經常這樣說,我退休的時候 我就要去什麼呢? 去學一下彈鋼琴 行韓歌,是的,一些樂器 到年紀大的時候 他就會去學一下樂器 學一些彈鋼琴 當然,彈鋼琴要用手 還有眼睛 其實很多方面都要做得很快 都要協調得很快 所以很多人我認識都是 但也有些人都用什麼方法呢? 就去學那個書法 或者去學畫畫 我有個中學同學也是 他就經常在我們的中學同學群組 就放了他的畫 不錯的 中式,其他水彩畫 就想不到 他以前是一個會計師 一個會計師的夥伴 但到最後,他現在 他就經常去畫畫 很多人喜歡去做些手藝 去做些塑膠 總之有很多東西可以去找 當然這些手技 手藝 在多方面 思路方面 創習方面 集中力方面 手的移動方面 其實在很多方面 都會得到運動 還有一件事 我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都沒想到 原來可以看電視 有人會覺得 怎麼搞的看電視 看壞腦 經常都覺得 看電視是不行的 原來在 屁吻大學 屁吻是在美國南加路聯娥 有一個神經科的專家 总而問 你看電視 不用覺得很醜 這位 Marty Amanda Ellison 應該是屁吻大學 她說 看什麼呢 看多一些所謂的偵探、有劇情的 即是要有思考的劇集 尤其是偵探片、drama 第一要集中、留意故事的發展、故事的細節 亦跟他一起想想如何去解答、去偵探這個網 所以要看的話,就看這些 除了看這些片,還有什麼呢? 可以看一些紀錄片 這是我發現很好的 最近時間多了,我在家看紀錄片 越戰的時候,越戰的紀錄片 幸好Netflix,Netflix是有很多的 Netflix,如果大家有機會放了Netflix 就有很多好的紀錄片 《羅馬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整個過程,我覺得很好 因為以前我們都是讀書的時候 越戰的時候,我讀大學的時候 有時都聽過,經歷了一部分 但整個過程我都不太知道 所以我很喜歡看紀錄片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還有看一些外語片 跟不同不同的 香港人就看一些細片 不用只看一些中文片 所以這是你每天都可以做的 發現這些全部都可以幫助你 運動你的腦筋 這方面其實研究是很多的 另外有一組在以色列 Tel-Avi大學 以色列是一個很出名的大學 他又是做這一類的研究 大家知道腦退化症 腦中出現了一種 Amyloid beta plaque 即是那種 澱粉釀的蛋白斑塊 通常腦退化的人 腦細胞之間 聚積了很多澱粉釀的蛋白塊 當然這些會妨礙腦電波的交流 導致所謂典型的腦退化 廣野慢 記憶力差 原來我們知道 原來這些蛋白斑塊 其實都有兩類 就好像以前我經常這樣說 膽固醇不用兩種 有一些好的 有一些壞的 當然我們現在跟著發現 其實好壞都沒有問題 膽固醇是愈高愈好的 沒錯 好了 他說有一種是健康的 有一種是危險的 他發現 如果你有澱粉釀板 叫做Amyloid beta 40 這一類是健康的 但如果Amyloid beta 42 是危險的 很多時候要看你40對20 42的比例 就是看你的狀態好不好 好像以前也是這樣說 好膽固醇都壞 好膽固醇 好膽固醇就可以了 不用怕了 在神經方面 腦退化的研究 都有講到這件事 好了 他們研究發現 如果他們用電去頻率 來刺激動物的河馬區 即是學習的中心 你發現 如果你用電去刺激它 它是會增加 它的Amyloid beta 40 即是很好的 澱粉釀蛋白 好了 他就說 如果一些人可以 經常在這個區 經常受到電的刺激 可以直接增加 好的澱粉釀蛋白的時候 這個就會令到你的人 智力不會退化 通常用什麼方法 即是用一些環境的改變 經常經歷一些新的經驗 所以經常去新的地方 去外面旅行 以及情緒的反應 即是神經說 看那些經歷片 或者看那些懸疑片 以及去學習 學習新的東西 好像神經所說 玩樂器 樂器 之類 所以說 這個就是 這是一種刺激的 刺激到這個腦 但當然 他就研究一下 有沒有一些簡單的電力 的治療呢 是可以幫助呢 當然 他說 很快就有的了 他已經開始用這些方法 過去就醫治那些精神分裂 這是一個很離譜的 這是電力的刺激的 但是呢 我們現在可以說 是用一些比較溫和的 以及集中的電力刺激 這樣 好了 在我們的聽眾裏面 我們大家相信 過去都介紹過一個工具 就是這個太空小寧精 是 這是一個蘇聯的太空科技 過去呢 我們都是十幾 至少十五年前 二十年前 差不多二十年前 我們在蘇聯 在無意中 我們首先在網上 不是 在我的醫學雜誌那裏 發現了 原來有這個科技 蘇聯瓦解了之後 蘇聯九年二代瓦解了之後 流了出來西方國家 於是乎 我就找到了這個儀器 把蘇聯這個科技 買了回來 自己製造了這個太空小寧精 這個科技裏面是最小的了 你知道了 我們太空小寧精 一直有配一個疏的 OK 如果你用這個疏 是不斷地疏一下 不是疏 刺激一下我們頭皮 刺激一下頭皮 頭皮有很多很多的穴位 那麼 是有很大機會 我們就可以重新 刺激到我們的腦袋 是令到我們的腦袋更加靈活 雖然我們始終有一個診所 我們雖然看什麼病 古年精怪 你想到我們都看的了 但是我們始終 不能夠為一個很大型的 幾百個人的老人家 如果是沒有所謂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大家去試一下這個簡單工具 這些工具又不是那麼貴 買回去之後 自己用一下先 不要讓自己老人退化 如果家裡已經有些老人家 已經開始退化了 什麼程度都好 都可以試一下用太空小寧精 配上疏疏 在頭皮上刺激到腦袋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另外一些工具 就是有些人學一些新的語言 有些人學一些新的課程 你可以看到現在很多公開的學院 或者有些在網上的課程 很多人都是去學的 很奇怪的 就是可能學一些法國的文化 或者去學茶道 或者學一些天文的物理學 之類之類 這個全部都是對你的老爸是一種運動 你知道大家 我們已經有一間教授同類療法 都已經三四年了 很久了 我們過去都開了很多班 學生裡面 都已經接觸了教育的學生 過百 最近我們都開了一個課程 講解如何用同類療法的療劑 去治療肺炎 都有三十多四十人來上學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用腦袋學習 學一些新的東西 我覺得最好趁這個機會 學一下同類療法 因為同類療法的好處 就是它是容易用 它是很安全 可以很簡潔 這些是不會用錯的 所以我覺得 這麼多種的醫療 因為它的效果是可以驚人的 雖然你不是一個專家醫生 但是如果你認識了 某種療劑 對你的肺炎 是剛剛配合這個肺炎 那你就可以治到這種肺炎 這些肺炎 可能專家醫生都治不到 那你一個普通人 懂得用一個同類療劑 用得對 你就可以治這些古靈精怪 別人治不到那些病 所以其實很多方法 是可以讓我們 是用患用的腦袋 順便學一下同類療法 用多些用腦 順便可以令到我們 是有很實在的益處 是啊 那麼說起 太空蕭靈精 其實就真的 那個用處 就很多元化的 可以刺激到那個 頭皮的那個時候 就在腦裡 可能有機會 就是正如那個研究 就是大學研究裡面 用一些電擊的方法 來增加那個 Amyloid beta-40 令到那個 腦筋那個 退化的程度 就可以一邊延緩延緩下去 那就不會出現了 那個老人癡癌症這個問題這樣 今天謝謝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分享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